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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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真的來我們旁賊的生意 你不想打一聲 好… 大哥, 不好意思, 不止規矩 我們過隔壁街擺攤 各位街坊, 我們過隔壁街繼續 好 過隔壁街先, 小心看腳 小心車子 馬龍, 你趕緊 不是你的… 有個大哥, 我們過隔壁街了 話說回來, 你的米哪裡拿回來 十五元一斤?還有什麼落袋? 十不相瞞 那些是老鼠米 貨主從官倉裡偷出來, 急於散貨 那些貨價十元一斤 如果整批買了, 更划算 這麼划算? 最糟糕, 我不夠錢買了它 看來兩位商界翹楚 有沒有興趣合作? 李宗, 買了米價, 還有敗星 不知道這兩個傢伙能不能過 別說我不提醒你們 那些便宜的米一到 你們那些米, 找阿售來買 遲下我們賣夠錢, 買了一批米 你們肯定血苦無歸 你倆在這裡就好了 謝謝, 謝謝 我想過了, 是不是我和你一人一半 那你就不用找人要了 看真點, 還是你似雙眼翹楚多一點 但是這樣, 可否多給我兩個時間 籌錢呢? 慢著 萬一這段時間有人出錢工過… 錢呢?我們就有了 不如馬上約我老闆出來 喝口茶, 吃麵包, 慢慢談 再看看你們有錢 你們像雙眼翹楚多一點 崇拜留等 其實做不成生意沒所謂的 就當家哥朋友吧 不可以這樣, 做生意 為什麼要選擇? 走開 阿龍多, 一言為定了 那我們先走了 待會見… 待會見 這樣也行, 真的 是 少爺, 他們會不會來的? 都回答了 只要順藤摸瓜, 一邊一邊摸下去 很快就知道誰是幕後黑手 一個不小心摸到石資訊那群貪官 把他們一網打盡, 看他們什麼時候吃 少爺…來了… 為什麼那個女人這麼像大夫人? 原來唐婉禎的婆娘是他們背後的老闆 正在進來… 怎麼樣… 乾杯, 坐下… 阿龍多…我老闆來了 遲了, 找了賣家了, 不用談了 高慈 你們怎麼這麼不說口齒? 兩位想去什麼條件 可以儘管出聲 沒條件, 沒米 沒米? 信不信我把你拉到衙門? 告發你了 糰色米糧販賣, 灌米很重罪 糰色米糧好像是你 對啊, 我告發你了 慘了, 官府都寄我三分 我用怕你? 寄我五分好不好? 你是誰? 你們倆先走 原來是你? 我給你機會走的, 誰都跟我過不去 你說, 你想我告發你們自己自首 馬冠家, 我們走 是, 大夫人 大膽?你想怎麼樣? 我們想知道米糧怎麼來的 你說我不尊重大娘你了, 喝茶 廢話少說 好, 無謂浪費大家光陰 你肯說團職的官米是誰賣給你的 我就念在打算盤也算是一家人 我就不再追究你團職米糧的罪 好笑, 做生意團職居期很平常 有罪的嗎? 衙門出了告示, 嚴禁團職米糧 你不要冤枉我, 證據呢? 證據呢? 我老老實實跟你說 你買回來的官米是從官廠偷出來的 你再不重實招來 將來朝廷怪罪下來, 大哥也無理不住 你聽到嗎? 現在有人不見了米, 到處找人賴 是, 就算朝廷降聚下來 也是降聚於你, 關我什麼事 馬城, 我們走 是, 這麼說清楚不准走 到大眼, 很大的官威 甄銘, 你來得對 你現在有人, 他不把你放在眼內 還欺負你娘親 你快點跟娘出口氣 我不是看到你份上嗎?我答應事後 竹賊要拿莊? 那你有沒有人證物證指證我娘? 他兩個兒子可以做證的 那人呢?官倉的米被人換成舊米 我只想知道誰買給他 沒有…我沒買過什麼官米 這些是你的問題 我勸你還是及早查明真相, 否則… 你不要跟我打官腔 好, 我就以懷安知州的身分 來跟你說 杜大人, 當你有人證物證的時候 才再來麻煩我娘 本官絕對不會偏探親人 娘, 我們走 馬城, 我們走 是, 大夫人 始終都可以回家了 那種野仔簡直無理取鬧 娘, 你告訴我 是不是真的有件這樣的事? 是呀 不過我不知道那些米 在棺倉那裡來的 總之是這樣, 我多買一點 娘,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這些錢我們不能賺 幹什麼?你在這裡執掛娘嗎? 大少爺, 大夫人這樣做 無非是想幫杜家開源 盡快恢復元氣 我明白 但是這些米一定會惹來很多麻煩 算了 算我是說, 是那個野種 你是有心針對我 幸好你來得及時 不然娘被他欺負 還是我糊塗 事先沒有查清楚 大安旨意以為其他官倉的米 其他官倉? 是呀, 很多官員為了錢 經常把官倉的上等白米 偷偷換成下等的陳米 然後託人暗中出售 有這樣的事? 那朝廷不理嗎? 只要大家有好處 自然會眼開眼閉 官場的利益真是盤根錯結 不是你想得這麼簡單 所以爹一直希望他們到家有人做官 正所謂, 朝中有人就好辦事 這樣做和貪宗枉法有什麼分別? 不是這麼說 事不關己, 己不勞心 官場裡不是事事都要管 你明白嗎? 還在想奶奶這件事? 我一生為功名, 為做官, 做到了 那又怎樣? 奶奶叫上公自身自愛 都是為上公的將來著想 上公又何必嫁懷呢? 我身為致奏 明知道那些官貪瘡枉乎 都要扮看不見, 聽不見 我這個官做來有什麼意思? 走入仇牆, 仇根仇, 多有無益 素手, 我真的很羨慕振鋒 誰探誰錯 不管是多少稟官為 照樣窮追猛打 這樣才是為黎民百姓, 為社稷創生 這樣才是做官 說是這麼說, 結果如何呢? 一事衝動, 難成大事 我裝盲扮啞, 這樣又可以成大事嗎? 我有信心, 以上公的才華 假以時日, 一定可以跡身高位 甚至一品大元 到時候就可以撥亂反正 謝謝你, 曹秋 似乎到了的時候 我怕練什麼是正, 什麼是犯 我都分不清 女兒, 過來陪我喝酒吧 阿彌陀佛 喝酒而已, 用不用這樣? 師父說酒乃穿腸之物 會令人迷失本性 少爺, 小飲為佳 那坐下陪我剝花聲就行了吧 少爺, 平時你很少喝酒 好, 還為今天的事不開心嗎? 你別再跟我說什麼放下 平日天不怕地不怕少爺 今晚竟然不見了 我要對付那個婆娘 是道家的人, 怎麼辦? 就這樣吧 你幫我問問佛祖有什麼付費 師父說, 另一個人改過的自身 就是可以減低這個人的業報 他改不改過自身, 說我什麼事? 我只想知道官倉的貨物是誰賣給他 很簡單 傳大夫人去衙門問問就知道 公事公辦最好 傳他去衙門?到時不是傳他 是傳了大哥和三弟, 我死定了 又或者反過來想 你去找他就行了 是呀, 又不是說不行 祖哥, 鼻鼻鼻鼻勵, 大哥 我受不了, 桂場, 幫忙扶著樓梯 好, 扶穩… 小心…小心點 這樣… 這麼快的表情很重要 不難得, 小心… 大人真是夠膽塞, 真是的 做得沒人敢看 大哥哥, 歇歇歇歇歇 這條橋也不知道是否用得 你…你們還用不理我? 好 怎麼樣?夠不夠威? 威… 壓不壓得長? 行 不對, 牌子這麼大 會不會拍得我這條橋很小 不夠官威呢? 真的很小 智威是你了, 行不行? 是呀, 今天我們是來審案 不是來拿威的 鎮鳳, 你又來搞什麼? 我今天要在道家升堂 你瘋了嗎? 自古中校兩難傳 為了你娘, 即是我找了大娘的面子 我決定把衙門搬過來 我遷就你娘 衙門就是衙門, 道家就是道家 而且怎麼可以混為一談呢? 當年包大人也有在街市那裡搬石頭 這個也是先例 我們只不過是向包大人學習 這些只是傳說 道大人, 我們大人已經救了書尊降貴 如果大家不肯張走一下 我們大人唯有傳召令辭去一次公堂 相信芝州大人也不想見到下屬 信思枉法 大人, 我沒說錯了 說得很好 開桌 開桌 什麼事?大人 那文婦又要不需要不斷治下跪嗎? 今天沒人聽桌, 一切從簡, 勉勁 娘, 今天有霞兒在這裡 鎮�一定會不偏不倚, 公正言明 我娘也不敢放肆, 問吧 一個問題 你團職回來的上等白米 是誰賣給你的? 大人, 你從小到大都沒有異性 我上次就說過 我從來都沒有團職米糧 我引這個破糧 是不是因為賣米給你那個 異高權重, 你不敢說 夠了… 有沒有新鮮一點的? 我都說過沒有團職米糧 你不要問來問去, 都三福片 好不好? 馬管家 我找人傳個緣 都看不到你們兩個乖兒子 你藏牠們在哪裡? 這就冤枉了, 大人 其實我也在找他們兩個 如果找到他們 就可以證實他們賣的米 完全與大夫人無關 我還在追求你, 大人 怎麼無可忍 好了, 既然沒什麼問題 今天就到此為止 說用刑吧, 不騙她 你不肯說的 我給你足夠, 還命還不靈 大刑事後 好 有我在, 誰敢用刑逼供 大人, 你想大刑事後是不是 儘管放馬過來吧 杜真鋒 你有膽就當著你爹 和列祖列宗面前打我 怎麼還不大刑事後? 打吧, 我叫你們打 打吧, 還不打 佩服佩服, 我有明鏡高原 你就列祖列宗 這招夠毒, 夠狠, 夠絕 今晚下風, 走… 真的走不走? 神主牌也出賣, 該怎麼辦? 但是輸人不要輸陣 是 我今天是輸在爹 和列祖列宗之下深薄厚服 只不過我聞不出他所以然來 我是不會放棄的, 等接招 好 把那套官服胡亂扔成何體統 我什麼面子都沒有了, 有什麼所謂 俗語有雲, 小小苦楚等於激勵 藉著毅力超多志氣… 現在是衝鋒陷阵 碰到早上爛爛的那個人 我不是你 你還說風涼說話?我不玩了 桂祥, 去耳熊樓, 喝花酒 慢著 喝花酒 穿一雙鞋子, 少爺 等一會 熙, 你就做完了 有什麼條件想說的?開口吧 其實少爺他沒有演戲的 他是很認真的 不是演戲 還會命令安大海找馬成兩個侄子 你又知道? 他們快要把山羊縣反轉 想不知道也挺難的 那個死笨 叫他靜悄悄行事 好, 繼續玩也行 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這樣也行嗎? 為什麼不行? 你想想我第二個方法 你這樣搞法天下大亂 你以為我真的隻手遮天嗎? 現在兵行險著, 沒有第二個方法 要不就聽我說, 要不就… 結冠木給他們穿 好, 就算天下降, 我也撐住你 我就是想聽你說這句話而已 是 跟我手 是… 滿神回去 是… 好, 倒是封城 像瘋狂一樣 查封了很多米譜和米倉 還迫四大米箱 說出官米來源 否則不給他們那些米 是他們 好, 妖民兼強佔民產 有藉口去產平山陽如衙門 先別衝動, 他膽敢這樣做 背後一定有人幫他撐腰 在未查出真相之前, 不宜妄動 驚查得來, 他已經找到證據 那又怎麼樣?我們有榮大人撐腰 浩然 是的, 大人 好, 要找證據, 我說連你的棺倉也燒了 看你怎麼跟別人說, 謎被人吊了 好, 別吃過火鍋 有雞有魚, 人人都是我喜歡吃的 怎麼忍得住 一隻二隻, 要你們看著倉 就在這裡吃火鍋 坐… 不是的, 我們想早點透過爐 你來到就不用等了 我再拿一瓶碗飯 你怎麼在這裡? 輸子說今晚很多東西吃 吃歸吃, 別喝酒 沒事的, 喝一點點就不怕了 你方真的會有人偷這些陳年舊米鹿嗎? 羅閒人說我們這樣叫趕狗入窮項 隨時來個大報復 大人… 來得對, 一起吃 有好東西 誰? 誰是誰? 永鋒米莊的伙計 他知道官米放在哪裡 信不信一個? 當然是信一個, 我和他來 事不宜遲, 馬上去看看 是真的, 你就抓人封窗 好 少爺, 我跟你一起去 有什麼事, 我可以保護你 我有去 現在交友嗎? 你們倆來這裡守住倉 其他人跟我來 好 是 好, 我要去 慢著 把姓是我剛才偷偷地放下 這就證明我們全晚在這兒騰騰鑽 陳超 陳超, 你跟我出來 仙頭, 你不是說你那位鄉里人 有三急嗎?什麼時候才回來? 會不會迷失了路? 我們這麼多人, 怎麼會見不到我們才行 大俠又說同鄉信得過, 還算吧 對了, 師姐, 你好像整晚都沒吃過東西 那些東西吃不適合胃口嗎? 我總是認著有些不好的事會發生 原來上次說有不祥的預感 我翌日就滾下山, 肯定大病一場 這次不會也是我吧? 我覺得這次不是你, 而是… 什麼事? 大人要報警 你是什麼人?為什麼要打算我吃? 救命啊 救命啊 這邊已經解決了嗎? 解決了, 大人 把他們兩個綁在裡面, 少了 救命啊 快救命啊 醫生… 醫生好, 我不想讓你知道 我知道, 我也不想 救火…快點找人幫忙 救命啊 教人, 死了兩個綁在裡面 維林和維如 維林… 維爺 維林… 維林 維林… 維爺 維林 救命啊 維爺 救命啊 維林 救命啊 聽不聽到聲音嗎?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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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個人進去很危險啊 一起進去吧, 來 你幹什麼? 我…我弄傷你的腳 你先休息一下, 我進去就行了 打開, 去吧 媽媽 你幹什麼?大人, 你 大人… 小大人 救命啊 神經病啊 神經病啊 我不想死 你不用害怕 我們不會死小巨 我們不會死在這裡 維爺 救命啊 你一定要救我, 你教我吧 少爺 少爺 少爺, 小心點 少爺 少爺 不用理我, 救了維如 我先救命啊 維林, 你撐住 我快回來救你 你問你沒事吧? 沒事, 記憶毒真狠 怎麼只有你們兩個? 維林呢? 大人 維林 維林 真狠, 維林 看著他, 我保護狗火 維林 爹 維林… 乖著 是你救回我的 你先休息一下吧 大人, 放他救火 是… 大人, 燒通了救不了 怎麼消失 那些張文怎麼回事? 維林 維林和維義說 他被那個伙計和那些黑衣人弄暈的 長火梯派都是他們放的 十成十是那群貪官 大哥, 石子上的貪官不是人 為了毀滅證據, 殺人燒瘡 四個衙妻死了 維林, 維義也差點燒死了 我們不可以守願, 一定要查 你說了這麼久, 那有沒有證據? 是, 我沒有 但是除了他 沒有人跟我這麼大仇口 一定是他的 那你想我怎麼樣? 是不是要我跟他們說 我二弟說你們殺人劍燒瘡 所以我要把你們拘捕 我們兄弟聯手, 把探官抓好, 好嗎? 你不是打算跟我說, 你不管吧 你說的我就要聽 我叫你收手來不見你聽 為什麼要發生這種事? 是因為你一直在亂來 一直不管官場的規矩 才會樹敵無數 不是背後有人撐腰 就可以胡作非為的振風 現在不是說背後有沒有人撐腰 是不是我一後台就調查 我沒有靠山就不調查? 大清還說不說律法? 你要我怎麼說你才明白 不是背後有人撐腰 就可以事無忌憚 官場就是官場, 不按規矩辦事 就算是一品大約 一旦捲入拳鬥裡 到你背後的靠山失勢 你知道最後的結果會怎麼樣? 何況你是那芝麻官? 現在有人死了, 官倉失火 是我嗎?你別不理 你不是抓了石資信他們的兒子 搞什麼胡伯昭勢 他們會報復嗎? 我跟你說過多少次, 叫你收手 還什麼恩德什麼哥 你再這樣鬥下去 吃虧的是你自己 你為什麼這樣看著我? 你記不記得我們三兄弟喝酒的時候 你自己說過什麼? 我從來都不忘了什麼風風遺跡 只要能夠為民請命 不負朝廷, 不負道家明星 於緣俗義 你跟我說過那麼多, 就是叫我不要查 就像你那樣, 坐視不理, 視而不見 你敢要做不負朝廷嗎? 你敢要做不負道家明星嗎? 你這樣做就跟狗官沒有分辨 你…你說什麼? 你叫我出事 我說你這樣做就跟狗官沒有分辨 做官做成這樣, 你不要做了 你走…你馬上跟我走 爹 還為了真風的說話耿耿於懷嗎? 他早晚會明白你的負心 現在不明白那個是我 是不是每個朝代做官都是這樣 做個好官真的那麼難 還是做官真的這樣 要聯盤結黨, 官官相偉 我真的沒有陣風那麼有膽識、那麼有勇氣 但他再這樣下去, 我真的很擔心他 正所謂明昌二黨, 暗箭難放 無論他背後的人多有權勢也好 但到最後, 始終都會保不住他 其實在他背後為他撐腰的, 會是什麼人? 我問極他, 他也不肯說 他平時有沒有說見什麼人多? 又或者真的有什麼權貴在幫助他呢? 好啊, 別聽 他現在已經是官場的功敵 還有誰這麼傻? 對了, 為什麼你會這麼關心他? 我只不過是跟他比較投緣 我只是不想他跟他有事而已 況且我始終都是耳熊樓的歌姬 總不能夠永遠強於千里之外 是嗎? 考靈, 不要再留在耳熊樓 我幫你贖身 鎮明, 我知道你對我真心 但我真的不想你難做 你放心, 雖然杜家已經大不如前 但幫你贖身絕對不是問題 我不是擔心這件事 你身淫之州, 應該以仕途為重 如果你幫我贖身 難免會於人厚實 對你日後升遷恐怕會有影響 但我既然跟你相知相許 我就不會再作他想 你放心, 我會等你的 謝謝你 你的情意, 我一定會冥記於心 我叫他查貪官蕭倉 他就跟我說官場規矩 還叫我不要搞這麼多事 現在我是受害人, 我被人搞, 有沒有搞錯 大人, 就是這樣 其實你大哥說得有他的道理 你… 我不管他的官有多大 要尚書參與他們一本 告他們殺人燒倉 我不信鬥鎖你不贏 萬萬不可, 大人 為什麼? 無憑無居, 不僅參與那些貪官 把手隨時被他們反咬一口 說大人你推卸責任 到時朝廷就會降聚於你 那怎麼辦? 倉子燒了, 要上報的 當沒事發生嗎? 不如這樣吧 說山賊搶糧, 糧倉子被他們燒了 還是不行 朝廷也會怪我們絞匪不力, 疏忽職守 同樣都會降聚的 那又不行…那應該怎麼辦? 天啊 沒錯, 大人, 就怪天 那晚有人看到火, 像火龍一樣 而民間數有火龍燒倉的傳說 以小弟的預見, 要說是天災 火龍燒倉, 那就與人無由 這樣吧, 她說得有道理 不是吧?我一直打算插碼石資訊一本 現在變成火龍燒倉, 賴個天 你真是好辦法, 這樣也行 不然怎麼叫官藥文章 我不知道, 你搞定它 遵命 吃宵夜了 拿碗筷子 好 吃宵夜 吃宵夜 夫人, 看你們倆沒回家, 知道你辛苦 所以要燉水鴨湯, 讓大家滋潤一下 很棒 你叫劉大媽來不就行了 剛才被煙焗過, 多休息一點 溫大夫說我沒什麼事 還是多虧桂場救我 應該的… 其實… 其實桂場應記一功 對了, 鮪魚華當時是少爺衝入火場 救我們 為何後來變成了你 當時的情況很危急 鎮鋒進去救鮪魚的時候 裡面的火已經燒得很曼烈 含含的聲音 我看情勢太危急 我不可以不救你 但是鮪魚… 鮪魚的時候, 被點煙, 屁股 眼睛也抹不大 哪認得誰就打誰 對… 總之桂場的應用行為 是男人的典範, 是不是 男人的典範 謝謝你, 桂場 別客氣 大人 濕仔… 竹鵬已經沒有米煲粥了 自然多頂幾天而已 你說怎麼辦 怎麼樣?阿振君哥, 行不行嗎? 不是說不行 那就是行 還是不行… 為什麼? 堂堂山陽, 越衙門 拉布兄號借錢買糧 對, 兩個原因 一, 最近大娘已經向福兄號 調了一大筆銀兩 現在錢昌的銀金已經很緊缺 二, 就算我肯借, 大掌櫃也不會批 自從上次中生機之後 我已經不可以再擅長到銀庫拿錢了 那怎麼辦? 我已經有了四大米商談買米的東西 那怎麼辦? 我真的無能為力了, 二哥 這樣吧, 我這裡也有些錢 你先拿著當 你沒有銀兩而已 空白的銀票你有了吧 我姓阿阿芳, 我的老爸姓阿芳 你看得出來, 差點腳都被你撞斷了 對不起… 胭脂水粉… 想要你投胎嗎? 胭脂水粉 買過來看看, 很漂亮的胭脂水粉 哥哥, 想買你的胭脂水粉送給三十人 我想選一隻最好的 這隻是最多人買, 最漂亮的 方桂祥, 男人老狗 學什麼人買胭脂水粉? 你只有我 謝謝你, 老闆 謝謝 不用猜, 只是送給師姐 不過橫看店看, 師姐也不方會喜歡你 少爺的質素就差不多 不過賣了就別浪費了, 送給我吧 好, 爛了 你別以為你這樣就可以打擊我 自從我救完慧琳之後 她不知道對我多好 看看, 這套衣服都是她送給我的 是不是很漂亮? 看過 好 叔叔, 你別髒了, 弄髒了 又沒什麼?師姐這麼好人 送衣服給人很平常 我回去就叫她送劍給我 你這種小器的人 師姐是不可能會喜歡的 我告訴你, 別想在這裡搞亂當 還有, 不准在師姐面前說個謊話 放心吧, 一定不會 事關在任何情況下 你也一定不會有機會 就這樣吧 看看你什麼時候叫我師姐夫 好, 寫多少錢好呢 借到銀票了嗎? 但沒寫多少錢, 真是怎樣? 沒寫多少, 就是說 我們想寫多少就多少 你這麼囊塞, 弄假銀票? 就是騙人了 你的手指好, 你幫我寫 來, 快點…坐在這裡, 走 說實話, 你覺得這樣 真的可以騙到四大米箱嗎? 表面上那幾張是真的嘛 真真假混合在一起, 沒人知道的 更何況我是怨老爺 誰猜到我出這招? 到發現我一會兒, 米都到手了 到時候才再算數 如果他們當場發現呢? 只是打招一下而已 四位老闆, 最近生意好嗎? 還是多虧石大人的提點 聽聞杜振鋒也約了四位見面吧? 是 本官想四位連城一線 一顆米也不要賣給他 等災民捱我 在適當的時候, 我會派人挑撥作亂 只要一有動亂, 我就可以報這個仇 剷除杜振鋒這顆眼中釘 大人, 如果杜振鋒真金白銀來買米 我們不做他的生意, 似乎說不通 始終他也是資源嘛 萬一撈僵了 他找人封了我們的米倉 那就很麻煩了 四位可以放心, 本官才有辦法 大家誤會了 其實本官是想和大家買米 只要價錢相宜一點, 那就是善举 來的, 趙老闆 你不是福興號的銀票也信不通吧 不是… 其實大人肯和幾位老闆見面 已經是孫孫降貴的 而且還用真金白銀地和你們買米 連幾位都還有異議的話 就是和朝廷過不去 萬一大人一個不夠意 相報賣的話, 那就真是大罪 我們難道有生意不做嗎? 那就對了, 三天之後 每人交一千口到衙門 見米找數, 有沒有問題? 副老闆, 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震鋒, 你幫幫我吧, 震鋒 我騎著你, 你幫幫我 你這麼聰明伶俐, 有個高大威猛 一定行的 不, 我覺得你氣宇軒昂昂 你玉柱臨風一點 你親手給他好一點 你是不是這樣? 那倒是吧 你說過我幫你搞定米箱 你就會幫我的 你送別的樣子就說而已 你送胭脂水粉, 很難受 我真是冷身, 生氣了好臉 一個不小心掉爛了, 那豈不是賺錢? 是不是有一幅銅響有難同當? 現在是有一幅你響有難我當 我不管, 總不知我不趁這個機會 向慧林表白 我就坐在這個大老姻緣 我下半世高獨中路是否你負責? 要不要用這麼靈禮的眼神看著我 好… 慧林, 這麼晚還在這裡洗衣服 少爺找我有事嗎? 我有東西送給你, 是這件事, 你看 是胭脂嗎? 是呀, 喜歡嗎? 喜歡 謝謝少爺 不用客氣 謝謝 慧林 我… 我有個問題想問你 你是不是一定要回去普道安? 為什麼這樣問? 即是若然有個男子他很喜歡你 很想你留在山陽園 你會不會考慮留下來? 那…也會考慮一下 鶴煙絲,少爺送給我的 不對,我親眼看到桂牆買的 他說我來送給你的 對,你不開口沒人說你咬的 你回房子吃糧果吧 那你只是我講事實 鶴煙說的話是不是真的? 少爺,你騙我的嗎? 我不是… 跪牆,我也不想做這些雞仔梅人 他…他…他都要我做 又說害羞,又要我幫他 害羞是他的事 你怎麼可以幫他做這種事? 讓我還以為… 少爺,你知不知道你這樣做太過分了 不用這麼生氣 我想幫你找個好龜叔而已 更何況桂牆不錯,溫文意雅,財高八斗 最重要是什麼?他對你死心塌地 桂牆,你出來三個六面說清楚他 我不懂得說 你快點,來… 桂林,其實我真心喜歡你 雖然你三番四次… 桂牆,有時候有些事不可以勉強 我一直以來只當你是好朋友 這個好事我心領了 要不要跑得這麼急 他就說了師姐不會喜歡你 又不聽我說,自己用來壞 你信不信我毒啞你? 毒啞我?你救我膽子嗎? 你…你嘴巴… 鬼牆,你去哪裡?鬼牆 鬼牆,你別灰心 鬼牆,只要有恨心,跌穿磨成針 你聽我說,你繼續死纏爛打下去 我相信終有一天你會感動他 夠了,別再說了 因為最壞的是你 為什麼要教我跟他表白? 現在他拒絕了我,以後都沒有彎 你開心吧,不用煩你 是呀,千錯萬錯都是我的錯 對不起 別碰我 其實天涯何處無荒草 不如這樣吧,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保你開心吧 誰人傳來是非,聽了如何? 沒有必要情緒上落 恢復你自我 我為想心太多 平常地膽然變無朗 誰人傳來是非,可以如何? 恢復你自我 救對待你很快謝謝 我們請你 好キ Mensch 你